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纪公司安排先当艺人助理的霍建华 即使一直闷着头期盼踏上演艺路 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会从偶像剧出发 甚至在海图湾恋人试镜连续NG了二十几次后 竟然被通知是演最抢手的角色 但是完全无法入戏的霍建华 却差点面临撑不起来的换角危机 等到好不容易入戏开窍 却又因为嘎戏的压力 让他无助痛苦地陷入了崩溃边缘 那时候嘎千里百分百跟西街少年的时候 等于一两个月睡不到两三个钟头 回到家的时候他就真的是在哭 他就一直打自己 他说我为什么要那么辛苦 我为什么要那么辛苦 就一直哭 其实家人看我都很难过 我妈妈一直抱着他 一直在安慰他 在西街少年的时候 好像有一次迟到 那迟到的时候啊 可能平时做人也算蛮可爱 其实没有人骂他 可是他的质责很深 他就自己去撞树 那时候导演其实有跟我讨论过说 他觉得受不了 他真的恩基很多次 那所以我才有讲到说 让他去上演员训练班 他跟我说 玉山姐如果你要我去上 我自己出钱都没有关系 他也没有跟他精英公司讨论 那我就觉得这小孩子 其实他真的很难得 导演那边的反应是 觉得他的自信度 有一点点问题 然后他在演这个部分的时候 那后来我就跟导演商量好 我说只要他出现的场次 能够让他戴墨镜就戴墨镜 因为他的眼神会告诉你 他可能有点点 撑不起来 所以你会发现 一二级的钟晓刚出现 就非常多场戴墨镜 其实那是他的武器 这位是阿棠 以后会由我亲自负责你的vocal 另外还有老师会教你怎么活用你的肢体语言 后来出现一个新的角色叫Eddie 我们找了温赵伦 好 你给我这么强的对手 我就一定要能够跟他 跟得上他的脚步 奉劝你一句话 千万不要太得意忘形了 免得到时候输了 找地方算都来不及呢 我真的很害怕 我怕你这一番话 说得太大声 看上去是一天边 他终于成为一个明星了 那可能他真的真的很入戏 而且他是那种忘情的 我知道他们是蛮忘情的拥抱在一起的 大概他是用最后一次用钟晓刚的身份 在演戏这样 天边 现在的你 就像是逐渐上升的明星了 正绽放着 属于你的光芒 能够陪着你一路走来 不管我那零点零一的机会如何 我都不会后悔的 你这人怎么那么没礼貌啊 OK 好吧 小姐 请问你尊姓大名 我不高兴 不想讲了 为什么不认真唱呢 这么简单你看不懂吗 我不是叫过你们 既然住在这里 就要有自知之谜 就是这种 我这样看嘛 我不知道 这个幕后怎么样 我觉得你已经很会演了 不行耶 我看不行啊 我看觉得很差耶 你这样还觉得很差 我觉得 好硬哦 只是说音乐制作人 没有人像你这么帅的 还穿皮衣 套头的毛衣 在教人家唱歌 对啊 那时候制造一个形象 真的还蛮 就是蛮多人 还蛮喜欢这个角色的 但是那时候其实 应该算是我的恩人吧 陈玉珊 玉珊姐 当初其实不是我要演这个角色的 是应该据我所知 是孙耀威 但是后来 不知道什么原因 她不演 然后是 玉珊姐她坚持要用我 所以才让我演了 其实当初 当初很多人在争取这个角色 所以这个角色 当时你在演的时候 是很多人在争取 然后你拿到了 所以 你一拿到的时候 你压力很大 这个当中你怎么样去 你怎么样去catch这个角色 你怎么样去让自己投入 回去打自己 你怎么打自己 你哥讲 不是 那一次是 有点说错 就是有一次是那个 我拍到崩溃了 我拍到我自己 对 嘎到疯掉了 那时候嘎戏 对 我嘎千里百分百 还有西街少年 然后我记得 我每天 每天都是早上六点的班 然后拍到晚上两三点 而且这中间的过程是 早上我赶这边 下午赶这边 晚上在赶这边 我每天这样子过 我过了差不多 三四个月 有一天我拍西街少年的时候 我已经受不了了 我说 我不拍了 我就走了 我到旁边那个 路 不拍外景嘛 外面有树 我就一直吹一直吹 吹到我的手 整个流血 后来 直行制作就跑过来 就一直搂着我 他们没有怪我 他们那边看到 以为你是在撞树 对 其实我是一直在捶 对 但他们就过来说 都体谅我 他们知道我真的很辛苦 所以没有说什么 而且嘎戏当中 每个角色又不同 对 那你这场赶 那一场那一场赶 那有没有助理陪你 或是 你都自己 那你怎么赶通告 我自己开车 我自己开车 那时候我拍我海童湾 拍完那个海童湾的时候 买车 就是为了要自己赶戏 然后我记得 我有一次开高速公路 要赶到桃园去拍 千金百分百 我开到睡着 就是 我起来说 吓死 我真的我现在活着 我都觉得很惊讶 我很讶异 我还在这边 我蛮相信那种嘎戏的痛苦 我一直看到这个 海童湾烈人当中 我们也知道这个戏当中 你有很多的表现 那也有很多的 很多的成绩 跟不少的笑话 听说他有一天睡在 你自己讲睡在哪里 太累了对不对 有一天就是 反正早上五六点的班 对不对 然后我就是 我有准时到 然后 剧主持到了一点点 所以我就直接 我上了电梯 好像我记得到四楼吧 上电梯到四楼 结果那个门没开 我进不去 因为我没有那个卡 然后我就说 不管了 我就直接睡在电梯口 直接睡在电梯口 三粒的电梯口 然后呢 把他们吓一跳 他以为我死掉了 而且一早 摄影棚没人 对啊 怎么有一个人躺在那 对啊 很诡异啊 然后那个阿姨说 阿姨听说旁边 还有一瓶 喝碎的半瓶 牛奶倒在地上 很像对不对 很像如果在外面 是像一个流浪汉 就是那个意思 对 但是真的没得选择 我没有得选择 我记得我那时候 那段期间 每个礼拜 一个星期里面 有七天嘛 每天打电视 都看到我 每天报纸 都有 对 因为我嘎的戏嘛 然后 应该是很开心 没有 我看到疯了 我讨厌耶 赶快转台 真的啊 而且有朋友 跟我打电话来说 说每天都看到你啊 我能不能不要看到你 会烦 而且每天曝光 我觉得好厌恶 然后那段时间 有一点迷失 就是说 那段时间因为很忙嘛 都没有时间上街 然后我记得有一天 比较早收工 晚上九点 九点就收工了 然后我就想 我就开车经过天母那边 我看到有家运动鞋店 我说来逛一下 好久没有逛街了 对对对 结果一进去 一进去以后 我记得我逛了一下下 后来外面全部都是人 一直叫 一直叫我 然后一直 要签名什么什么 后来逼着那个 运动鞋店的店员 把那个门拉起来 我才发觉到 我的生活变了 因为你那几天 那阵子都没有跟外界接触 对 没有跟外界接触 我不知道外面的人 对我什么样的看法 所以我想说 我怎么变成这样子 我连一点自由 好像都没有了 我就有点害怕 然后那段时间 就是有点 想法就有点偏差